第211章 诡辩 欺诈 既然要突变高属性的共生苔藓 那自然是要选择合适的突变对象的 而灵佑所有的兵种里面 王族兵种的属性最高 但问题就是 他不可能傻到拿王族兵种来试验 对了 突然 灵佑想到什么 不由看向领地里那猪鬼柳 因为领地升到七阶的关系 此时的鬼柳也跟着一起升到七阶 身形拔高了许多不说 柳枝也变得坚韧细长了不少 还长出密密麻麻的尖刺 名称 欺诈鬼柳 种族 植物 等级 七阶 随领地提升 力量 体质 敏捷 精神 技能 诡辩 可复制任意兵种与魔物的属性 目标等级不能超过自身等级 灵魂化身与生命之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让其所在的地方都相当于领地范围 诡诈 对灵魂力量的掌控 可让其改变自身气息 让敌人兵种是其为有方 并获得对方增益状态 介绍 善于掌控灵魂力量的植物 与生命之术有着紧密的联系 可当作领地核心的化身使用 七阶的鬼柳 又领悟了一个新技能 而且还是出乎灵魂预料的奇特技能 竟然可以通过改变灵魂气息 让敌人误认为是有方 还能享受到对方的buff 这简直就是绝佳的保命技能啊 因为一旦被视作有方 基本上就不会受到对方攻击 很多负面状态也不会吃到 就相当于从敌对以下 变成了中立状态一样 有点规则力量的感觉 不过灵魂现在要用到的 反而是他的一技能 诡辩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 如果庄甲苔藓继承这个技能的话 岂不是就可以改变自身的属性 还真有可能 之前六阶的时候 因为上限不高 庄甲苔藓与其他兵种的属性差距不算太大 再加上药流魔能发展领地 不敢太过挥霍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他有七百万魔能 而且七阶兵种又有王族的青刚 鬼柳升到七阶以后 是可以把青刚的属性复制过来的 越想 灵魂的呼吸就越是急促起来 如果说 拥有鬼变技能的庄甲苔藓 能复制青刚属性的话 那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不敢想象 同时动作也不慢 直接对鬼柳进行突变 七阶兵种突变需要消耗两千五百点魔能 请问是否继续 果然 兵种升到七阶以后 突变消耗开始暴涨 直接从原先的二百五十 涨到两千五百点 想来招募应该也是一样 不过 他现在魔能这么充裕 这点魔能道 还是消耗得起 没有迟疑 直接回了一生 继续 然后保留鬼变技能 下一秒 鬼柳被光芒包裹 渐渐变成一株随风摇曳的向日葵 名称 猎羊葵 种族 植物 等级 七阶 随领地提升 力量 体质 敏捷 精神 技能 诡辩 光合作用 将阳光转化为自然之力 贯注给其他兵种 使其恢复一半自然之力 晴天效果翻倍 猎羊焦距 焦距太阳之力 集中一点焚烧敌人 造成穿透性火焰伤害 晴天效果翻倍 烈日当空 凝聚太阳之力 在空中制造一个小太阳 持续14秒 小太阳持续期间 四周环境视作晴天 并加快友方自然之力恢复速度 介绍 一种与阳光非常亲和的植物 在太阳的照射下 能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与辅助能力 又是一个新兵种 而且技能非常特别 居然是根据天气来影响威力的 而且技能之间相互还有配合 这就有点新鲜 考虑到有时候可能需要应急恢复自然之力 灵幼就把这株烈阳奎留了下来 重新招募一株鬼柳进行突变 一时间光芒不断在领地里面亮起 鬼柳的外形也在突变能力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而且每一次变化 都会花掉灵幼2500点魔能 还真是贵得要死 就这样一直突变到快150次的时候 他面前的植物终于在光芒包裹下 慢慢变成共生苔藓的模样 呼 总算成功了 灵幼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光这一个共生苔藓 就花了他将近40万的魔能 突变几率还真是低得令人发指 不过回报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共生苔藓虽然没有无限增值技能 不能分裂 但却继承了诡辩技能 在他的一生令下 共生苔藓直接复制了青刚的属性 来了的大变身 名称 共生苔藓 种族 食物 等级 七阶 随领地升级 力量 1000 体质 1000 敏捷 780 精神 780 技能 诡辩 共生 装甲 自然贯注 介绍 装植兵种之一 与其他植物共存的苔藓 能大大提升宿主的实力 以及防护和恢复能力 灵幼激动无比 没想到 这个大胆想法竟然可行 而且青刚的经验值积累上来以后 除了两个已经满值的属性外 另外两个属性 也提升到了将近800的程度 环视了一圈领地四周 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青藤身上 去吧 共生到青藤身上 声音落下 他身边的共生苔藓 就迅速蔓延到青藤身上 将原来那个有增值技能的苔藓 替换下来 一瞬间 青藤的属性猛然拔高 轰隆 一阵剧烈的响声 整个领地内外 都开始震动起来 属性暴涨的青藤 藤万 开始迅速生长 朝四周扩散出去 那动静 甚至惊动了黄沙城内外的领名 纷纷驻足惊呼起来 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而青藤的属性见面 也随之出现在灵右眼中 名称 恐惧女妖 青藤 王族 种族 植物 英雄 等级 八阶 362 5000 力量 2300 加1000 体质 2500 加1000 敏捷 450 加780 精神 2100 加780 技能 吞噬 鲜血毒物 恐惧之森 血腥狂乱 大地溃增 伤势恢复速度加快50% 介绍 腐化 堕落 恐惧三大女妖 分支之一 为战争而生的恐怖植物 鲜血 可大大激发其潜力 越战越勇 并对敌人的精神 有着极强的压迫力 高达3000点以上的力量和体质 虽然可能还不及九阶 但却已经远远超出了八阶的范畴 再加上几个增益光环 属性绝对爆炸 到时候再让青刚来个野蛮咆哮 不直接起飞 灵右兴奋不已 这样一来 他就算在那些老牌七阶领主之中 也有了立足的资本 只要不是碰到有很多八阶兵种 或是跟他一样 拥有像突变这种 意想不到能力的领主 基本都不需要惧怕 就是这造价嘛 有点贵就是了 不过考虑到今后 可能会发生大战 他也没什么好省的 休息了一下 就又如法炮制 用着刚才的办法 继续招募鬼流进行突变 花费110万左右的 魔能右弄出了三个共生苔藓 让他们 共生到其他三个王族兵种身上 一下子 灵右就拥有了四个巅峰战力 军属性直接飙升到两千点上下 相当于多了两个八阶兵种 而他的魔能 也下降到了五百五十万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过 他也发现一个问题 用鬼流变出来的共生装甲 没办法增值 就相当于用两个兵种位置 造出一个巅峰战力 无形中比其他领主少了一个兵种 也会对实力排名有所影响 这点必须得注意 所以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赶快把银边草岩就到七阶 然后把七阶增值兵种 招满来填补数量 想到这里 林佑就关掉招募界面 在领地管理里面 飞快操作起来 兵种之塔升级七阶的材料 以及旗 请问是否升级 升级 他去万界战场之前 领地的矿石资源 已经积累到一万五以上 扣去升级领地消耗的 还剩下一万多一点 暂时不用担心资源不够 而伴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领地内光芒亮起 兵种之塔 终于成功升到七阶 建筑名称 兵种之塔 建筑等级 七阶 建筑介绍 可研究已有兵种的进阶形态 使其变为可招募 需消耗魔能 兵种等级 不能超过建筑等级 研究速度 十天 升级所需 一万木材 一万弹材 五千铁矿 五千铜矿 五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十天 林佑亚一看着兵种之塔的新属性 升到七阶之后 研究时间竟然变长了 连升级所需材料都跟着暴涨 更还需要一颗领地精华 看来跨过七阶这道砍之后 很多东西都开始质变了呀 没办法 想要招募七阶银饼草 只能等十天以后了 虽说他的六阶兵种 只需要二十几天 就能升到七阶 但他却不能保证 这多出来的十天里 会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所以还是等到时候 直接招募七阶比较好 毕竟现在六阶兵种对他来说 作用太小了 万一发生什么大事 他也等不起 反正他也不差这几十万魔能 看了一眼 外面已经彻底黑下来的天色 就随手安排七阶银饼草的研究任务 然后回树屋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 临右天一亮就醒来 走出树屋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刚刚升起的阳光 透过树叶缝隙照进森林里面 让他不禁愣了一下 他倒是忘了 自己的领地周边 已经变成一片森林 放眼望去 全都是一颗颗拔地而起的树木 看起来生机盎然 甚至连他领地里面的那些植物兵种 也都跑到外面森林里去玩耍 好奇地跟着那些往来的旅人商客 要么爬到树顶晒太阳 天空中 更有妖王龙妖飞龙来回飞翔 起初那些旅人商客 还被吓得不轻 但当他们得知 这是领右领地兵种后 也都渐渐放下心来 开始慢慢适应周边环境 远远的 还能看到薛长贵正带人 在林中修缮道路 以黄沙城为中心 朝四个方向延伸出去 两条通往公国内部 一条通往戈壁 一条通往山脉 城里面 更是有许多孩子 嬉戏打闹 攀爬街上长出来的树木 有的则是已经开始着手 树屋的建造 还真是和睦啊 林右微微一笑 便收回目光 离开树屋 来到领地下面 第212章 秘境之门 领主大人 我们给您送早善来了 这时 领地外面响起一声呼喊 事管是徐忠的声音 林右心念一动 青藤的藤蔓 便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 没一会 徐忠就跟着几个送餐领 您进到领地里面 拜见领主大人 有什么事吗 林右随手点开聊天频道 查看 我是过来向领主大人 汇报黄沙城周边情况的 徐忠 恭敬回道 嗯 直接说吧 林右继续翻动聊天频道 侧耳倾听 徐忠见状 便立即说道 领主大人 经过我们昨天一下午的调查 已经确定 悬崖城的领主 陨落在万界战场里面 另外两座城市的领主 也是损失惨重 悬崖城领主死了 林右停下动作 朝他看了过来 对 而且不仅如此 据今早那些路过的商人所说 荒谷城那位七阶领主也陨落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那边就会发生动乱 所以我想过来问问看领主 大人的打算 荒谷城领主也死了 林右微微一惊 荒谷城 距离黄沙城差不多有三百公里 也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七阶领地 之前 林右从商人口中得知的 林川城 就是荒谷城的下属领地 林右万万没想到 那个领主 居然也死在了万界战场里面 要知道 荒谷城 荒谷城可是一座拥有十几万人口的中型城市 如果能把这些人口吸纳过来 对黄沙城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飞跃 甚至一举越据为中型城市 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它现在已经升级七阶领地 完全有能力安置这么多人口 不用担心会出现暴民动漫之类 思索了一下 就直接说道 那好 你回去跟薛总管 说一下 只要是迁移到黄沙城境内居住的居民 头一个月免去 所有赋税 然后找人把这件事散布出去 好 我这就去办 徐中精神一震 脸上有着抑制不住的欣喜 他来这里 等的就是林佑这句话 毕竟黄沙城要是发展成一个几万 甚至十几万人口的中型城市 那他们这些作为元老级的管事 身份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脸上也更有光 哪还肯浪费时间 吩咐人把早点放好后 就带队匆匆离开领地 赶往黄沙城内 然后没过多久 黄沙城免去新居民一个月付税的消息 就迅速在城内外传开 甚至往周边其他城市扩散过去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新居民真可以免去一个月付税 应该错不了 我刚刚亲眼看到 薛总管带人在中兴广场上发布的 城里面也张贴了不少告示 真是太好了 我正想着 在哪里安家落户呢 我也一样 刚从悬阳城那边过来 这黄沙城里面的资源 可比悬阳城好太多了 这不是废话吗 听说领主大人 昨天已经升到七阶 能是六阶领主 能比的 哇 七阶领主 那我一定要搬到这来住才行 众所周知 一个领地里面的领主 等级越高 领地的发展资源 就越是丰厚 光是那些建筑等级 就不是低阶领主 能够比拟的 而且还非常安全 尤其这次 灵幼升到七阶以后 领地圣物 还解锁了第二级的增益状态 圣物名称 野蛮生长 植物系 等级1 全属性正8% 伤势恢复正10% 等级2 全属性正8% 伤势恢复正10% 等级3 未解锁 全属性正8% 伤势恢复正10% 等级4 未解锁 领地技能领地守护者 特性 领地范围内 植物生长速度提升100% 兵种属性提升16% 伤势恢复提升20% 圣物介绍 被圣物进行祈祷 可获得领地祝福效果 持续一天 强大的领地祝福效果 几乎可以让领民的实力提高 将近两成 这绝对是一般六阶领地 没办法媲美的 有这个增益在 而且随着气运恢复 戈壁中也渐渐有魔物 进化到七阶以上 吸引越来越多的 七阶修炼者过来 整个黄沙城 真可谓是蒸蒸日上 任谁都能看出 其中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而此时 领地里面 把吸纳人口的任务 安排下去之后 领佑也到餐桌边上坐下 一边吃早餐 一边查看领地管理界面 结果这一看 可把他给吓了一跳 黄沙城的每日营收 竟然直接从原来的一千 暴涨到一万的地步 足足翻了十倍 扣去各种维护费用 和杂七杂八的人工费用 每天还能净赚五千左右 也就是说 他现在哪怕是什么也不干 都能每天招募两个七阶兵种 而且这个数量 还会随着人口增多 逐渐提升 还真是应了他当初那句话 别人七阶领主 随便一天的收入 都能顶他好几天的努力 接着 林佑又点开七阶排行榜 看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果然没有挤进榜单 甚至连黄沙城上方 那象征着榜单第一的荣耀王冠 也在他升级七阶的时候消失 不过林佑并不担心 因为就算没有荣耀皇冠 加成 他现在的信仰 提升速度 也差不多达到每天十点 底刚来的时候 快了不知多少 至于他的排名 就更不用说了 毕竟他现在刚刚升级领地 七阶兵种 都还没招募满园 其他六阶也暂时派不上用场 在意这个 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发展领地呢 想吧 林佑就顺势点开建筑界面 一一查看起来 他现在剩下的矿石资源 差不多 刚好够把黄沙城里面的基础建筑 全都升到七阶 考虑到接下来 可能会迎来人口迁移大潮 他就暂时放弃领地建筑的升级 把矿石资源 全都用来升级黄沙城的基础建筑 刹那间 光芒不断在黄沙城的各个角落亮起 那些六阶的基础建筑 全都被升级到七阶 引得周围行人 纷纷驻足围观起来 升级完建筑之后 林佑还发现 建筑界面里面 还多了几个跟森林有关的建筑 比如绍塔 建楼 自然之泉 前面两个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 倒是第三个 让林佑有些意外 建筑名称 自然之泉 建筑等级 一间 建筑作用 涌动的泉水 可攻击领明 治疗身上的所有伤势 致命伤除外 每次治疗花费魔能 魔精 只对建筑等级以下的领明有效 治疗消耗 领明等级X2 每日消耗 100魔能 建造所需 500木材 500弹材 250铁矿 250铜矿 500魔能 总的来说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建筑 等以后有足够资源了 倒是可以建造出来 这样 既可以让领明外出狩猎回来的时候 能快速养伤 还能赚不少魔能 他也不贪 每天来个千八百人治疗就行 赚他个几千魔能 不过分吧 这样一个个建筑积累起来 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对了 升级七阶的时候 好像还解锁了一个东西 突然 林佑想到他升级七阶时 听到的提示 似乎除了解锁建筑等级以外 还解锁了另一个功能 连忙打开领地界面 拉到底下 果然看到在那一长串 功能后面 多了一个叫做 秘境之门的选项 迅速点开 一串介绍 便映入他眼中 秘境之门 可在领地范围内 开启秘境之门 去往秘境圣域 这就完了 不再多介绍一点 林佑一脸愕然 对着上面那句话 左看右看 完全看不出任何门道 而且在未知的情况下 他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功能 生怕会出什么岔子 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求助场外了 想了一下 就马上点开私聊功能 给纪云霜发过去一个私信 如果说 在他认识的人里 有谁知道内幕消息的话 那当属纪云霜这个公主 莫属 果不其然 消息才发过去没多久 就马上收到了回信 突然问我秘境之门的事 你难道升级七阶了 一开口 就能看得出来 他真的了解这方面事情 林佑有没有废话 直接回过去 一条消息 嗯 昨回来就升级了 所以想问问 你应该知道吧 这是自然 我爹的那些下属 就经常往秘境之门跑 那地方危险得很 不过 听说可以弄到兵种秘宝 还有其他很多资源 兵种秘宝 林佑目光一亮 没想到 竟然在这种无意的情况下 得知关于秘宝的消息 是啊 你应该也听说过兵种秘宝吧 听说过 你继续说 听说过就行 秘境之门 其实就是一个跟主城传送一样的功能 不过它传送的地方 是大陆中央的秘境圣域 那里 是由三大原住民 帝国联合掌管着的 连通着魔物主卫免 魔物主卫免 对 魔物主卫免里的魔物 最低都是七间 因为那里空间极度不稳 经常会出现一个个秘境入口 涌现出大量魔物 甚至引发受潮 所以 为了防止大量高阶魔物入侵大陆 就必须得派人 提前把秘境里的魔物 清剿掉才行 原来如此 看完几云霜的解释 林佑恍然大悟起来 同时又心惊不已 等级最低的魔物 都有七间 这魔物主卫免 到底是什么恐怖地方 怕不是要直接跑出来 一大堆八九阶 甚至十阶的魔物 可惜根本不给他多想的时间 几云霜又紧接着 发过来一条消息 不过 我建议你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不要过去比较好 会有危险 第213章 收拢人口 有危险 为什么 林佑疑惑的回复消息 能让几云霜都如此特地提出 显然不是什么简单事情 果然 过了一会之后 纪云霜的消息就再次出现 具体我也不知道 不过听我爹的那些下属说 好像是每次万界战场结束的时候 混沌气息都会变强一段时间 出现九阶魔物都是常有的事 运气不好 碰上十阶魔物都有可能 十阶 这么变态 林佑惊了 十阶的恐怖 他可是亲身领教过的 别说十阶了 哪怕随便来几个九阶 估计都能把他团灭了 要么就只能逃命的份 这秘境圣域也太危险了 难怪需要三个帝国控制 不过话又说回来 原住民里竟然也有人建立帝国 估计跟他们领主一样 也达到了十二阶了吧 十二阶修炼者 又不知道会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就这样 抱着求知的心态 他又跟纪云霜聊了许多 关于秘境之门的事情 一直到十几分钟过去 才终于聊完 然后去忙活别的事情 什么 你说他为什么不去 秘境之门那边看看 这还用问吗 他又不是小说主角 哪里有危险 就往哪里钻 那是只有傻叉才会干的事情 他才刚刚升级期间 根基不稳 还是不要到处浪比较好 顺便可以打听一下 关于大战的消息 所以他就暂时将 秘境之门的事情抛之脑后 离开领地 找薛长贵他们规划发展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是两天过去 经过两天时间的发酵之后 荒谷城领主陨落一事 终于彻底爆发 整个荒谷城里面内乱争斗 不断陷入一场剧烈的 争权夺势之中 半数以上的领民 纷纷出逃 去往周边城市 听说 最近黄沙城那边 刚颁布了一个新命令 新居民 头一个月免税 要不我们去那边另谋高就吧 黄沙城 就是那个最近发展非常迅猛 领主人后爱民的城市 头一个月免税 还有这种好事 怎么 不信 现在消息都已经传开了 确实 我也听说了 而且据说黄沙城领主 最近也升到了七街 安全绝对有保障 是吗 那还等什么 我们都到黄沙城那边去吧 留民 队伍中 几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 声音非常洪亮 一下就将周边其他流民的目光 吸引过来 当听到黄沙城 竟然头一个月免税后 一个个顿时无比异动 转头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商量起来 然后这个消息就像是瘟疫一样 不断向四周蔓延出去 转眼就变得人尽皆知 议论纷纷起来 而最开始谈话的那几个人 则是对视眼 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走吧 咱们再到其他地方去散播消息 嘿嘿 果然还是领主大人深谋远虑 用这个法子 肯定会有不少人来投奔咱们黄沙城 小声点 别被人听到了 那边又有人出来了 我们赶紧过去 很快 几人就离开原地 乔装打扮 混进另一个刚刚出城的队伍里面 上演着一出出好戏 才不过小半天功夫 黄沙城大量吸纳人口 免税一个月的消息 就已经在荒谷城内外 以吉州边传开 甚至于 在路上还会有修炼者队伍负责接应 保障他们的安全 让那些收到消息的流民无比易动 然后纷纷改道 拖家带口赶往黄沙城方向 在各大关道之间 形成一片壮观的景象 领主大人 那些人全都跑黄沙城那边去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距离荒谷城最近的凌川城内 一名修炼者下属 对着凌川城领主周绍红 焦急说道 还呢 怎么办 你难道没收到消息吗 那个人可是七阶领主 周绍红眉头深陷 脸上满是无奈 他也想立马就把那些人口 截糊了 可他不敢啊 现在只要是消息稍微灵通一点 都知道 在这公国边境一带 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土霸王一般的存在 现在去招惹 他不是纯纯地找死吗 领主大人 大事不好了 突然这时 一声呼喊 在外面响起 另一名下属从外面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周绍红皱眉问道 是天剑门 天剑门的人跟黄沙城的人打起来 你说什么 天剑门 周绍红赫然起身 表情惊异不定 天剑门 是黄谷城附近一个 由原住民建立的修炼门派 之前黄谷城 领主还在的时候 两者多有来往 哪怕在黄谷城里面 天剑门都有不小的势力 连黄谷城领主都要礼让三分 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天剑门的掌门 是一位八阶的修炼者 不仅如此 天剑门底下 更是七阶弟子众多 几乎达到能与领主 分庭抗议的地步 如今黄谷城领主陨落 想也知道 天剑门不会轻易放过 黄谷城这块肥肉 但让周绍红万万没想到的 是 天剑门 竟然和黄沙城对上了 这就着实有点出乎他的预料了 甚至有点惊愕 说实话 他并不看好黄沙城 毕竟人家一个八阶摆在那里 手底下七阶 也不比他们领主少 如果两边打起来 结果还真不好说 想到这里 他便问道 有查到黄沙城领主的具体实力吗 回领主大人 现在整个黄沙城 都已经被森林包围 很难探查 只知道在去万界战场之前 他身边有一个八阶的植物 一个 妈 周绍红喃喃自语 陷入沉思当中 领主大人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名下属又问 先静观其变吧 两边实力看起来差不多 想来 应该不会撕破脸才对 我们 这时候掺和进去 只会变成出头鸟而已 没有任何好处 周绍红目光更加深沉了许多 能活到现在的领主 要么就是人精 要么就是对视的判断能力极强 再 没有绝对把握前 他是绝对不会轻易 掺和进去的 另一边 荒谷城的 某座守卫森严的宅院中 天剑门的人 也跟周绍红 抱着同样的想法 一众长老 只是聚在 议事大厅里面 不断传来嚣张大笑 黄沙城的人也太好笑了 竟然敢跟我们天剑门抢人 还真以为我们会怕 七阶领主不成 就是 竟然还说什么他们 领主会过来报仇 那几个黄沙城的垃圾 实在是笑死我了 区区几个六阶而已 也敢跟我们叫嚣 还真是不知死活 我倒要看看他们的领主 敢不敢为了这几个人 跟我们动手 动手 他们不会真以为 我们天剑门只有一个八截吧 我们没先动手 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长老执事们的对话声 不断回荡在大厅里面 听起来嚣张至极 完全不将黄沙城 还有林佑放在眼里 而在大厅外面 四处重兵 把守 几名六阶修炼者 浑身是血 蜷缩在地 被锁在笼子里面 看起来受伤不清 这几人 赫然就是薛长贵 派出来收纳护送流明的 黄沙城下属 因为与天剑门的人 发生冲突 而被打成重伤 然后关在这里 就是想要通过这个办法 向林佑示威 让林佑知道 他们天剑门的实力 不得不说 这个办法 还真是非常阴毒 如果林佑出手 就要面临至少一位 八阶强者的打压 如果不出手 就会含了底下李明的心 对领地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 不管怎么做 都讨不到好处 这也是他们 为何如此嚣张的原因 因为他们并不认为 林佑会为了 几个六阶下属 而跟他们 乃至整个 天剑门作对 所以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然而 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当然不是 就在几个天剑门 众人坐在大厅内 嚣张议论的时候 数之不尽的藤蔓 就已经出现在府邸外面 爬上围墙 闯入大门 不断朝府邸内蔓延 那恐怖到极点的数量 顿时让正在 巡逻的天剑门弟子 止住 脚步 神色巨变 可还不等他们 发出声音 通知其他人 一股浓烈的红色毒物 就已经扩散进来 他们刚一张嘴 想要呼喊 毒物便疯狂 灌入他们喉咙 侵入他们体内 转瞬之间 所有吸入毒物的人 全都被抽干鲜血 变成一具具 干瘪的尸体 倒在地上 而他们被抽出来的鲜血 也化作血物 融入到那些藤蔓里面 让那些藤蔓的速度 更是猛的一体 怎么回事 外面出什么事了 终于 正在大厅内 一室的长老 执事们 被外面接连 不断地倒地声惊动 急忙从里面跑了出来 可下一秒 他们就全都被震在原地 脸上 瞬间爬满亥然之色 他们看到了什么 笼罩整个府邸的 巨型藤蔓 甚至连天上 也都 遍布了密密麻麻的藤蔓 竟是彻底封锁了 他们所在的整片区域 怎么可能 一众长老 只是双眼 瞪大到了极点 看着藤蔓上面 挂着的一具具干尸 内心更是 掀起一片惊涛骇浪 要知道 这些人里面 可是有不少 已经达到七阶的 竟然就这样 巧声无息地死掉了 何人如此大胆 竟敢擅闯 我天剑门铸地 猛然间 一声 大喝在府邸后方 乍响 两道气势强横的身影 脚踏长剑 急射而出 还有边上被困在笼中的 黄沙城下属 就是你们 打伤了我的人 第214章 知识古术的一变 这两个突然出现的老者 气势如虹 全都已经达到了 八阶的高度 比外界传言的 还要多一个 天剑门果然隐藏得够深啊 如果一般的七阶领主碰到 还真不一定能讨得到好处 最终只能中了 天剑门的阴险计谋 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吞 但是很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 灵幼 看着周边 将整个府邸覆盖的 恐怖藤蔓 和藤蔓中不断涌动的植物 那两个八阶老者 内心都不由掀起一片 惊涛骇浪 瞳孔剧烈震动起来 掌门 大长老 据典里的门下弟子都死了 这时 边上一位直视惊声呼喊 那两个老者闻言 顿时面色一沉 充满杀意的看向灵幼 你就是黄沙城的灵主 灵幼 说话的 是站在最前面的白袍老者 也是天剑门的掌门 一如风 一身气势如红 白袍无风自动 显然 他们对灵幼的身份 早已经调查清楚 既然知道我是谁 那也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吧 灵幼目光淡然 声音不含丝毫感情 一如风的脸色变了变 哪还不知道 他是上门新尸问来的 也不再多说废话 直接冷哼一声 哼 竟敢强窗我天剑门铸地 还杀我门下弟子 真到我们天剑门 是好惹的吗 一起上 把他杀了 声音落下 脚底猛然乍响 跟他身旁的大长老一起 踏着飞剑 笔直略想灵幼 那直边来的灵力气势 仿佛整个人都化身为剑一般 将周边的空气狠狠切开 竟是比一般的八阶 还要强横几分 难怪 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地 跟灵主作对 果然还是有点资本的 至少对付一般的七阶灵主 绰绰有余 只可惜 他们这次遇到的是灵幼 眼看两人迅速逼近 一根根巨型藤腕 便陡然冲出 拦在两人的去路上面 区区植物 也想拦住我等去路 给我破 只听易如风和大长老一声爆喝 脚下长剑 化作万千剑光 仿佛撕开空间般 笔直袭向藤腕 枪 树声震战耳膜的炸响 藤腕纹丝不动 只留下树道剑痕 反倒是 那些剑光 竟是被禁术震散 化作光点 消散空中 怎么可能 易如风和大长老 双目瞪圆 他们的权力一击 竟然连那些藤腕的防御都破不开 这到底是什么 恐怖怪物 不是说 对方最高只有八阶吗 两人惊骇欲绝 抬眼看向空中的灵诱 仿佛能看到他嘴角挂着的冷笑 然后心头一领 一股危机感袭来 小心 只听 底下长老只是一阵惊呼 还不等两人反应 两个红色蘑菇 就已经落到他们身边 两人表情骤然狂变 轰隆 一朵蘑菇云升起 让天空狠狠震了一下 孤妖王 双倍爆炸威力的加成下 整个空间都仿佛要被震碎一般 那恐怖的爆炸威势化作气浪 瞬间席卷了整个荒谷城上空 惊得所有居民修炼者 纷纷朝爆炸中心看了过来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像是在天剑门驻地那边 听说是天剑门和黄沙城领主打起来 不会吧 真打起来了 我记得天剑门的掌门 可是一位八阶强者 八阶 那这下黄沙城领主就有麻烦了 我还刚想到黄沙城那边发展呢 民众们议论纷纷 一边听着那边传来的剧烈打斗声 却没人敢靠近 毕竟那可是八阶之间的战斗 他们现在跑过去 不是找死吗 而此时 天剑门的釜底之中 却跟民众们想的光景完全不一样 只见底下 那一个个长老 直视呆若木鸡 看着空中两具惨败碎尸 死了 他们的掌门和大长老 都死了 此时此刻 他们的心里 就只有一种心情 那便是恐惧 遍体生寒的恐惧 仅仅一击 就秒杀了两个八阶强者 这得强大到何种地步才能做到 这真的是一个 七阶灵主能办到的事情 马上 就有一个直视满脸 煞白 缓缓向后退去 不 我还不想死 别杀我 这件事 跟我没关系 别杀我 话还没说完 直接转身就逃 然而下一秒 一根藤腕猛然从地下突起 噗 血花炸开 那直视的身体 瞬间被冻穿 那凄惨的死状 顿时让剩下的长老 直视面色狂变 猛然惊醒过来 哪还敢多想 直接四散而逃 朝各个方向急射出去 一个不留 空中 传来灵诱冰冷的声音 一根根巨型藤腕 飞速游动 追上他们 一时间 惨叫声不断在釜底中 响起 一直持续了近半分钟的时间 才终于消停 而青藤的藤腕 也迅速收拢回来 撤去了对天剑门驻地的包围 再看看附近的街道 早已空旷一片 一个人都没有 都已经全都被吓跑 走吧 先带他们回去疗伤 灵诱没有理会 直接带着几个下属伤员离开 朝黄沙城方向赶了回去 而随着他们的离开 天剑门驻地被灭的消息 也在荒谷城内迅速传开 甚至连周边的其他城市跟市里 也很快收到消息 引起一片轩然大波 你说什么 天剑门两个八街都死了 灵川城内 周绍红大惊失色地看着底下 回来汇报的手下 是的 而且还是不费一兵一组 轻松杀掉的 周绍红一下跌走到椅子上面 无比骇然 他本以为 天剑门与黄沙城交手 就算能赢 也必会有一方遭受重创 却没想到 结果竟是如此出乎他的预料 那可是两个八街啊 比他所知道的还多一个 就这样轻而易举就被灭掉了 这黄沙城领主的实力 到底恐怖到何等地步 他不是才刚升到七街而已吗 同样的疑惑 此时也出现在周边 各大势力头目的心中 所有人都被灵诱 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震慑住 不敢再轻举妄动 甚至急忙对各自下属下达命令 绝不能去招惹黄沙城的人 哪怕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都不行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 就更是引起普通民众 和散人修炼者们的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起来 这黄沙城领主 真是好大的威风 竟然能让这么多势力低头 不敢招惹 能有这么厉害的领主撑腰 还真有点羡慕黄沙城的领民啊 这么一弄 以后怕是没人敢轻易 招惹黄沙城的人 这么说 现在去黄沙城是最好的选择 不如 咱们也去黄沙城那边发展 正有此意 林佑与黄沙城的威名 在众人的口口相传中 迅速朝周边扩散出去 那些本来还因为天剑门介入 而心存犹豫的民众 也一个个做出决定 赶往黄沙城方向 才不过大半天时间 走在关道上的队伍 就开始飞速递增起来 而此时 林佑也早已经带着伤员 回到黄沙城里面 治好他们的伤势之后 就交给卫刚带下去养伤 而他 也带着兵种们赶回领地 这一次 因为灵溪要去接应商队 所以 他只带了青藤和孤妖王 两个王族兵种 再加上欺诈鬼柳进行增益 结果没想到 过程比他预想的 还要轻松很多 获得共生苔藓加持的青藤 几乎可以说是轻松碾压 两位八肩 甚至差点连他的防御 都没办法破开 当真恐怖 而他这一次 出手 也算是给周边市里一个威慑 让他们知道 黄沙城如今的实力 省得到时候 老是有人来找他麻烦 至于天剑门的余党 林佑 也完全不放在心上 没了那两个八阶的支撑 根本不足为惧 而且 就算他不动手 荒谷城里面的其他势力 也不会放过打压他们的机会 最终要么就是被吞并 要么就是门派解散 这一招 就叫做借刀杀人 只能说 天剑门倒霉 正好撞在他刚升级领地 要立威的枪口上面 不杀他们杀谁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等那些流民 涌向黄沙城就行 到时候 估计还要有很多 准备工作要去处理 想到这 林佑便来到世界之树下 继续研究他的兵种 之前因为突变能力 有随机的限制 很多设想都没办法实现 现在 突变能力可以指定保留技能 可行性自然就变多了起来 就比如知识古术 这个兵种 虽然只有三阶 而且没办法升级 但却可以称得上 是他领地里面辅助 能力最强的兵种 只是如今升级条件便苛刻 单纯的加经验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变态了 所以没有迟疑 林佑直接来到知识古术边上 对其使用突变 三阶兵种突变 需要消耗十点魔能 请问是否继续 继续 请选择保留技能及属性 保留渊博学识 属性不保留 林佑熟练回答 下一秒 知识古术被光芒包裹 身体飞速变化 等到光芒散尽 一株恐惧树妖出现在他面前 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体 就好像在说 为吗我的身体变成这样了 这个兵种林佑之前 曾突变出来过一次 也成功继承了渊博学识技能 但却还是和之前一样 继承了知识古术 无法升级的条件 不过林佑早有心理准备 所以并没有多少表情变化 继续对恐惧树妖进行突变 技能依旧保留渊博学识 是的 他就是想看看 渊博学识 这个技能会不会发生变异 反正三阶兵种每次突变 只需要消耗十点魔能 对他来说 完全不成问题 万一运气 接下来的时间里 林佑就一直重复突变 和查看属性的动作 在世界之术下面努力起来 突变 刷 继续突变 刷 再来 林佑的声音 不断回荡在领地里面 他面前的植物 也是变了右变 在各种形态中来回切换 然而让林佑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刚刚突变到 700多次的时候 一股不一样的光芒 和一声技能变异的提示 突然同时出现 第215章 第5王族 强大的辅助兵种 恭喜你 突变成功 技能渊博学识发生变异 变更为贤者之光 技能变异了 林佑精神一阵 原本枯燥乏味的表情 也瞬间一扫而空 贤者之光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 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 在技能变异的同时 知识古术身上 竟然出现了王族兵种 独有的光芒 技能变异和王族兵种 居然同时出现了 只见在一股耀眼金光的包裹下 他眼前植物的身体 开始飞速变化 渐渐变成一株比知识古术更加沧桑 充满智慧的树木 这还没完 古术变异 完成的瞬间 一道道金色光圈 有小到大一次排练 出现在古术周身 仿佛大道环绕般 将古术衬承托得无比圣洁 与此同时 一道玄傲气息 猛然朝四周扩散出去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周围的灵气 好像变浓郁了 我也感觉到了 而且还掺杂了一股非常神奇的力量 咦 我停滞已久的境界 居然有了松动的迹象 这股力量 莫非是规则之力 规则之力 黄沙城怎么会出现 如此浓郁的规则之力 难道有人 在冲击时间 黄沙城中的修炼者 惊呼连连 纷纷看向灵佑领地的方向 尤其是一部分 见识过规则之力的人 就更是双目瞪圆起来 因为他们很清楚 不管是灵主 还是修炼者 只有在达到时间的时候 才能接触规则之力 所以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灵佑的领地里面 是不是有人 在冲击时间 可他们又哪里知道 哪怕是灵佑自己 此时也都被 眼前的特效给惊呆了 他知道 王族兵种出现的动静 会很夸张 但没想到 会夸张到这种地步 难道这就是 突变能力升级之后 带来的变化吗 眼看新的古术进化成功 他连忙点开 其属性查看起来 名称 森林贤者 王族 种族 植物 等级 力量 体质 敏捷 精神 技能 贤者之光 每小时 使领地范围内植物兵种 提升一点经验 对所有等级生效 击杀等级 不低于自身的魔物时 额外获得一点经验 不可叠加 规则环绕 浩瀚的学识 让森林贤者 周身规则环绕 使范围内 有方技能 施放速度翻倍 消耗减少20% 和平领域 对和平的向往 让森林贤者 获得自然之神的恩赐 可强制封锁 范围内规则之力 使所有神级以下生灵 无法发动攻击 攻击无效 持续10秒 自然和谐 不会受到任何攻击 也不会攻击任何人 所有属性 移除 超然无外 介绍 树精一族之士 最为渊博的存在 对规则之力 有着极深的感悟 受到自然之神的恩赐 喜好和平 此时灵幼的心情 就跟属性上的表述一样 全是问号 但当他看到底下 那几个技能的时候 又是震惊到了极点 尤其是最后一个技能 不会受到任何攻击 也不会攻击任何人 兵种能拥有的能力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 别说八阶九阶了 哪怕是十阶十一阶 他都可以完全不拒 因为别人 完全打不到他 就像是受到规则保护一样 只可惜 他动用神格碎片的力量 试了一下 结果根本没办法 使用这个离谱能力 而且森林闲者的其他技能 也非常离谱 和平领域 能让神级以下攻击 无效十秒 简直就是神级 也就是说 哪怕是十一阶的攻击 都可以在十秒内 完全无效 虽说他自己的攻击也会无效 但不妨碍他用来逃命啊 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足够他做很多事情了 还有第二个技能 也是 竟然直接让技能 释放速度翻倍 大大增加了植物们的 出手速度 甚至藤腕突刺的速度 各种远程攻击 都得到提升 更别变异之后的 加经验技能了 这简直就是 为了辅助而生的兵种 也是林幼第一个 纯辅助的王族兵种 一眼看去 森林闲者 就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智者一般 竟然让他有种静气凝神的感觉 不得不说 真的非常神奇 而在研究完森林闲者的技能之后 林幼又试着给他 转化英雄 结果收到等级不服 无法转化的提示 好吧 看来这最后一个技能 不仅把所有属性移除 连等级属性都给移除 让英雄转化池 直接判定为无效目标 这便是规则的可怕之处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兵种唯一的技能被刷掉了 以后 他外出的时候 还可以再招募一个知识古术出来 这样冒险升级两不误 就很方便 再试试看别的技能吧 让森林闲者自由去活动 林幼便又开始继续研究其他技能 渐渐沉迷其中 却不知道 刚才森林闲者弄出来的动静 早已让整个黄沙城内外 陷入一场一轮热潮之中 许多修炼者 都在四处打听着 刚才那股力量的出处 想要靠近林幼领地 可却被藤万森林拦在外面 甚至在人群中 还有一个气势如虹的白发老者 也被刚才那股扩散出来的气息 精重 站在原地 浑身颤抖起来 好身后的规则气息 这绝对能让我突破时间 激动的喃喃自语中 老者赫然转身 找到正在城里面 巡逻的卫刚 你说 你想要见我们领主大人 卫刚 差异无比 看着眼前气势 比自己强了不知多少倍的老者 忍不住警惕起来 别误会 老者见卫刚一脸防范的样子 连忙出声解释 我乃是行至这一代的散人苦修者 绝没有任何歹心 只是方才感受到 城里面有一股 蒙欲至极的规则气息 就想要见一见你们领主 不知可否代为通报 老者并没有因为 卫刚修为比他低 而露出丝毫轻蔑之心 反倒极为友善 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渴求 没办法 他被卡在酒街 已经太多年了 只差一步 就能踏进时间 却迟迟没办法感悟 那最后一重规则 而就在刚刚 那股规则之力爆发之际 他居然隐隐感觉 自己的感悟加深了一层 这可把他激动坏了 没想到竟然会在 公国边境这么偏远的地方 碰到如此机缘 通报倒是可以 不过 我可不能保证 我们领主大人会见你 看着眼前一脸期待的老者 卫刚有点为难地说道 没事 只要代为通告就行 老者看出卫刚的为难 自然也知道他的顾忌 挣扎了一会 之后 终于像是下定决心一样 又接着说道 实在不行 你就跟你们领主说 老朽院奉上命格 只为求得窥探规则之力的机会 四 命格 未刚倒抽一口凉气 不敢置信地看着老者 命格 那可是修炼者成功沟通神明 获得修炼资格后 灵魂演化之物 就跟领主的领地核心一样 是与自己的性命相关联的 把命格交给别人 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命 交给别人来掌控 他不震惊才怪 虽说他也可以毫无顾忌地 把自己的命格交给领主大人 但这是奠基在他对黄沙城的忠诚 可以把自己的命都交出来 而这位老者却不同 一看就知道 是比他高了不知多少级的存在 哪还敢怠慢 连忙说道 好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 马上去给领主大人通报 好 有劳了 老者松了一口气 在原地静静等待 就这样 魏刚匆匆离开黄沙城 顺着森林里新开辟的道路来到 领佑领地里面 将这件事情通报上去 本来还在研究突变能力的领佑 听到魏刚汇报 顿时停下手中的动作 你的意思是说 有一个等级很高的修炼者想见我 是的 那个人的实力很强 说 愿意用自己命格 来换取参悟规则之力的机会 看样子 应该是九阶的 魏刚 气喘吁吁地说道 林佑闻言 也是目光诧异 他倒是 没想到 刚才森林贤者弄出来的动静 竟然会引来高阶修炼者求见 而且还是九阶的修炼者 想了一下 便对魏刚说道 行 带我去看看吧 遵命 很快 林佑在 魏刚的带领下 离开领地 来到城中 一路走街串巷 没多久 便来到那位老者跟前 就是你说想要见我 林佑开门见山地说道 他身边有灵溪 领地又有青藤 这两个属性远超八阶的兵种 再加上各种领地增益 并不具单单一个九阶 就算对方真的动手 他也可以立马启动传送阵 传送回领地里面 保证自身的安全 所以 没什么可担心的 而他这份淡然落在老者眼里 则是让老者暗暗心惊 尤其在看到他身边灵溪的时候 就更是一脸诧异 因为从这个体型娇小的花精身上 他居然感受到一丝丝威胁 让他对对林佑的评价 又陡然拔高 一下 提到跟自己同样的高度 见过林主 老者礼貌地给林佑行了个礼 正是老朽想要见你 不知道方不方便说话 当然方便 到我的会客大厅里面说吧 好 说着 两人就在魏刚的开路下 走向城内的会客大厅 影阁周边 路人纷纷驻足旁观起来 他们很多人 都是最近才刚刚赶到黄沙城的 还是第一次见过林佑 所以难免有些好奇 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甚至有许多少女眼泛桃花 脸含羞怯地盯着林佑 都听闻黄沙城领主年轻有为 鹦鹉不凡 如今一见 似乎比传言更加优秀 也更加俊朗 最重要的是 还尚无妻妾 如果有人能嫁与之为妻 不 哪怕是妾氏 估计都有不少人愿意 你说 像咱们领主大人这样的 将来会娶什么样的老婆 咱们领主大人什么身份 那至少是要娶公国里面 最漂亮的姑娘才行 就是就是 一般人俺还不心让她做领主夫人呢 得了吧 你昨天不还说 要把自己闺女 给领主大人做贴身丫鬟吗 明明就是惦记着 哪天能做个妾氏好 让你们老黄家飞黄腾达 你你 你别血口喷人 俺老黄什么时候这么想过 你看你耳朵都红了 还说没有 就是就是 你闺女要是能成 那我闺女指定也能成 呸 你个老灯头 臭不要脸 你闺女不才16岁吗 说着说着 街上领民们 就互相接各自的短来 那场面 看起来简直热闹极了 不过此时的林佑 也早已带着老者 来到城中的会客大厅里面 开始商谈事情 第216章 大战将起 没有人知道 林佑他们到底 商量了什么 只知道 他们在会客大厅里面待了一阵 又到领地里面逛了一圈之后 老者对林佑的态度 直接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变得毕宫毕进起来 这前后变化之大 让等在外面的卫刚 瞠目结舌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堂堂一个九阶修炼者 就这么被领主大人收服了 然而 他又哪里知道 此时老者的心中 比他更加震惊 甚至震撼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为就在刚刚 他在林佑领地里面 看到一棵浑身 被规则之力环绕的古树 那规则之力的浓郁程度 简直是他平生所见 甚至不比十阶弱上分毫 仅仅只是 待在那棵古树附近一小会而已 他就感觉自己对规则之力的感悟 又精进了一丝 简直恐怖 他敢肯定 只要自己在这个地方修炼 绝对能在十年之内参悟 天机 升到十阶 这也让他彻底坚定了 要留在黄沙城里面的决心 而代价 就是 他要为黄沙城效命十年 而且交出自己的命格 交由林佑保管 对于这个 宋上门的强大修炼者 林佑 自然是来者不拒 十阶收了 虽然只有短短十年 但是对他来说 足够了 想罢 月老 今后 黄沙城的安危 就交给你多照看了 还有我手底下 那些修炼者 你有空的话 记得指点一下他们修炼 放心吧 我会的 月道南认真说道 经过这短短小半天的 接触之后 他已经深刻感受到 林佑身上所蕴含的 巨大潜力 甚至达到让他心惊的地步 哪怕是碰到那些 九届领主的时候 他都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这个 黄沙城领主 将来恐怕是不简单啊 而边上的魏刚 和几个下属 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是激动不已 能让一个九届修炼者 亲自指导修炼 可不是随便都能有的机会 至少可以让他们 少走很多弯路 就这样 经过这个意外插取之后 林佑领地里面 就多了一个九届修炼者作证 而为了方便 月道南修炼 同时又不被打扰 林佑直接让薛长贵安排人 在他领地附近的森林里面 建造了一个幽静树屋 这样也能同时 顾及到黄沙城的安全 好了 我还 有事就先回去了 后面的事 就都交给你们来负责吧 扔下一句话之后 林佑就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 带着灵溪 再次赶回领地里面 此时的天色 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他也就放弃了 继续研究突变能力的打算 来到世界之树下的餐桌前坐下 一边吃着领明 刚刚送过来的晚餐 一边随手点开聊天界面 查看 兄弟们 有什么能快速提升 信仰之力的办法呀 现在每天一点 真是快急哭了 什么时候才能升七街啊 你这算好的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升级 每天两点还不满足 我昨天还一点都没涨呢 不过是把税收 提升到百分之二十而已 有必要这么恨我吗 卧槽 百分之二十 兄弟 你这也太狠了 我上次提升到百分之十二 都跑了一大堆人 吓得我连夜改了回来 只能说活该 和平常一样 基本都是低阶领主们 在聊着不着边际的话题 一百魔能一条的消息 对于一些领主来说 也不算是多么大的开销 所以 晚上的频道 还是非常热闹的 林佑就这样一边吃东西 一边饶有兴致地 看着他们聊天 岛也轻松惬意 一直到晚上 他才收起东西 回屋休息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又是两天过去 经过两天时间的发酵之后 终于在第三天早上 黄沙城迎来了 一波人口涌入热潮 那些离开荒谷城的流民大部队 纷纷抵达 不断涌入黄沙城中 然后在薛长贵 和一众管事的带领安排下 竟然有序地暂住下来 出乎林佑预料的是 这第一波涌现的流民数量 竟然比他计划的 还要多上数倍 才不过半天时间 就来了 差不多有两万人 而且还在以一个 肉眼可观的速度 持续增加 让整个黄沙城外 都变得热闹起来 幸好林佑早有准备 早早就让人在城外 扩建了许多临时居所 甚至还利用上下空间 建造大片树屋 很轻易就 收容了这些人口 这若是换作是其他领主 恐怕早就被数量庞大的 流民冲垮了 领主大人 照这个速度下去 咱们黄沙城 很快就能发展成 一个十万人口的 中型城市了呀 薛长贵等一众管事 跟林佑一起站在城墙上面 看着城外不断涌入的队伍 神情无比亢奋 遥想当初 林佑刚来的时候 他们黄沙城 只有五百多个老弱病残而已 这才不过四个月 就有了如今的规模 他们哪怕做梦都不敢想象 是啊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林佑微笑点头 不过这只是开始而已 往后黄沙城 还会变成 坐拥几十上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你们现在高兴还太早了 百万人口 包括薛长贵在内的一众管事 都经了 一个个嘴巴张大起来 十万人口 就已经是他们曾经遥不可及的梦了 百万人口 简直不敢想象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那他们岂不是要掌管这百万人 那画面光是 想想 都让他们激动得浑身颤抖 满脸仗红起来 好了 看把你们激动的 你们 可是黄沙城的门面支柱 怎么能这么不沉稳 领主大人教训得对 是我们目光太短浅了 一众管事连忙站直了身子 不过表情依旧是无比激动 行了 都去安排人手吧 今天只是第一步而已 后面几天 应该还会有不少人过来 都给我安置 妥当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回应一声 管事们便纷纷领命而去 在薛长贵的带领下 走下城墙 赶往城外 而魏刚所带领的卫兵队伍 则是在城内外加强巡逻 维护秩序 整个过程倒也行进得井井有条 没有出什么差错 七阶以上的修炼者 看来应该都是从荒谷城那边过来的 就这样 接下来的几天 林佑都是在收拢流民中度过 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 周边赶来的流民 才渐渐减少 而黄沙城里面 人口也早已挤得满满当当 走在路上到处都是人 连那些临时搭建的居所 也都住满了人 林佑在领地里面点开管理界面 看了一眼 好家伙 足足涨到了八万人的程度 也就是说 这段时间里 黄沙城一共涌进了六万左右的人口 翻了整整四倍 距离成为十万人口的中型城市 已然不远 幸好黄沙城的管事们 已经有过收拢安置人口的经验 虽然途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但都无关紧要 很快 领民们就在管事们的带领下 开始继续对黄沙城进行扩建工作 准备在森林里面 搭建一座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森林之城 为此 林佑还特地拨了二百万的资金 过去给他们做发展用 植物们有空的时候 也会偶尔过去帮忙 搬搬东西什么的 一切也都有条不稳地进行着 然后在森林里面巡视了一圈 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 林佑就独自回岭地去了 兄弟们 我刚刚收到一个重大消息 圣药王好像要升十二阶了 却在这时 一条惊爆消息 突然出现在聊天频道上面 林佑脚步一顿 惊讶 看向聊天频道 圣药王要升十二阶了 这什么情况 别说他了 哪怕是正在聊着天的领主们 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得不清 瞬间炸锅 卧槽 真的假的 十二阶 那不是大帝级别了吗 咱们 圣药王国 难道要变成圣药帝国了 我刚刚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还以为是开玩笑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这么说来 咱们公国以后 也有机会变成王国 这个好这个好 变王国了 资源投放肯定会变多吧 坐等吃瓜 领主们 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抒发着各自的观点 同时又无比的期待 毕竟这对他们来说 可是好事 谁 不希望自己带的国家 有大佬罩着 如果说其中谁最紧张的话 估计就只有那些 九阶领主 和公国国王们了吧 也不知道 谁会是最终的得利者 好奇的领主们 又开始纷纷讨论起 这个话题来 林佑看着他们的议论 也是无比惊讶 难怪他从万阶战场 回来以后 一直没收到 两阶大战的消息 原来是因为这个 圣药王升到十二阶 对原始大陆来说 绝对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消息 毕竟多一名大帝 就多一分 胜过元杀界的机会 哪怕对他们 这一阶的气运来讲 也是非常有利的 正想着 一条私聊消息 突然跳了出来 明天开战 做好准备 消息是纪云霜发布来的 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 但林佑 却是内心毅力 从万阶战场 回来这么多天 终于有准确消息了 回了一句多谢之后 他就马上来到 世界之术下面 打开招募界面 开始招募 今天刚刚研究出来的 七阶增植草 进行突变 第217章 进攻元杀界 七阶兵种突变 需要消耗2500点魔能 请问是否继续 继续 请选择保留技能 以及属性 保留无限增值 属性 随机 刷 伴随着林佑的 一声声回应 落下 光芒不断在领地里面亮起 才不过一个小时的功夫 林佑身边就多了 125个新的七阶 增值兵种 加上之前 剩下的75个 就刚好是200个 好了 全部增值 只听林佑一声令下 整个领地里面 就猛然冒起大片光芒 所有增值兵种开始迅速 分裂 1分2 2分4 转眼之间 就从200个增长到800多个 直接翻了4倍 一部分体型 比较小能量消耗小的 比如豌豆射手 更是直接分裂成8个 看起来浩浩荡荡的一大片 几乎挤满了整个领地 与此同时 一声提示 也在林佑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你 成功登上公国榜单 七阶 目前排名 196名 七阶榜单跟六阶榜单不同 只记录了前1000名 在网上的八阶 就是前100名 九阶 更是只有前10名 别看榜单人数逐步变少 里面的含金量 可不少 连林佑这样夸张的兵种规模 都只勉强挤进前200名 看来那些老林主的实力都不弱呀 林佑猜测 他们 要么就是底子雄厚 有数量不低的八阶兵种 要么就是跟他一样 有各自的奇遇 兵种 得到极大增益 但是林佑并不担心 因为他的兵种 可不是表现出来的 这点实力而已 毕竟榜单 只是统计兵种综合数据 谁又能想到 他可以把两个兵种的数据 合二为一 造出比八阶更为恐怖的存在呢 而且一造就造出了两个 除此之外 更还有其他几个属性 堪比八阶的七阶兵种 这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他的杀手锏 关掉榜单 林佑便再次转身 来到世界之术下面 看了一下 招募名额 275个 已经全部招满 但考虑到接下来 可能会遇到各种战斗 他就把五个六阶的四叶草 突变兵种前范 然后继续招募兵种进行突变 一直到晚上 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 才终于被他成功突变出 四个拥有诡辩技能的 共生苔藓 让他们复制青钢的属性后 分别共生到两株吞噬之花 和一只妖王龙一只妖飞龙身上 这样既可以增加 他们的生存能力 又可以提升他们的技能威力 尤其是吞噬之花的死亡花海 和两条龙的组合技能 绝对是战场中的大杀器 至于剩下的一个招募位置 灵幼则是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兵种 名称 利刃草 种族 植物 等级 期间 零 2500 力量 500 体质 500 敏捷 500 精神 500 技能 真空 硬化 无限增值 飞叶快刀 草叶化作利刃飞向空中 攻击周边敌人 介绍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利刃草拥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只要本体上在 便可无限增值 需消耗自然之力 没错 就是银鞭草的七阶进阶体 利刃草 利刃草 作为无限增值技能的原始兵种 增值能力 绝对是其他突变出来的兵种 无法比拟的 仅仅一个本体 就能增值出一大片草地 覆盖面积非常夸张 而且之前因为自然之力不够 很容易达到增值上限的问题 也因为灵溪自然清合光环的升级 迎刃而解 因为升级之后的清合光环 除了提升所有兵种10%全属性以外 还额外提升10%的自然之力恢复速度 跟利刃草 简直就是绝配 至于那个突变出来的真空技能吗 灵溪自有她的妙用 嘿嘿 看了一眼只剩下80多万的魔能 灵溪就放弃了继续造兵种的打算 简单检查一下 没什么遗落之后 她就关掉界面 到一边吃晚餐去了 顺便查看聊天频道的动向 就这样 一夜时间过去 很快就来到第二天的早上 今天对于原始大陆来说 注定会是个不平静的日子 太阳刚刚升起 圣耀王国国都所在的地方 便传来一声轰然乍响 漫天霞光落下 几乎笼罩了整个圣耀王国的天空 甚至连底下十大公国 也都是霞光弥漫 风云狂涌 紧接着 一股浩瀚无边的气息 以圣耀王国国都为中心 猛然扩散 让整个原始大陆 都跟着剧烈震动起来 这是圣耀王在进阶大地 应该错不了 气息是从圣耀王国国都那边传来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进阶大地 我也是一样 原来这就是成帝的意象吗 这也太壮观了 灵主们惊呼四起 全都被圣耀王进阶所带来的意象 镇主 只见那风云涌动的无尽天穷之上 一道七彩光柱 笔直落下 轰然落入圣耀王国境内 而在光柱周边 更是有圣歌环绕 仿佛在歌颂着帝者的诞生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灵又竟然隐隐感觉 原始大陆好像在变大 连天空都比往常要宽阔许多 甚至与元煞界交汇的地方 都开始传来一阵轰隆巨响 让整个大陆震动更加剧烈起来 而就在这时 数声提示 突然在所有领主的脑海中响起 各位领主请注意 大陆征战令发布 请七阶以上领主 即刻前往边境主城 与大帝们一同征伐元煞界 两界大战开启之际 击杀敌人所获得的所有积分番十倍 尚不封顶 此次战争 将会影响整个大陆的兴衰 请各位领主奋勇杀敌 为元始祭而战 哄 你们终于要跟元煞界 展开全面战争了吗 然而还不等他们多想 世界频道里面 就猛然传来一声爆喝 崽子们 报仇血恨的时候到了 是戴靶的 就跟老子一起杀过去 是圣耀王 不对 圣耀大帝的声音 听到这声爆喝 本来还在议论纷纷的领主们 顿时找到了主心骨 疯狂在频道里面回应起来 杀他个狗娘养的 必须的 这次一定要把元煞界杀穿 凭什么戴靶的才能去 老娘不戴靶 照样要去 十倍积分啊 不去太对不起 自己了 上次被元煞界追杀 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为什么六阶不能去 兄弟们 主城 剑 不得不说 圣耀大帝的人格魅力 还是非常能煽动人的 只是 短短几句话而已 就吊起了灵主们的血性 更何况还有十倍积分奖励 对他们的吸引力 绝对非常巨大 而且平常想在战场上 见到个七八阶的敌人 也不容易 这场大战 绝对是一个大量赚取积分的最好机会 别说他们了 哪怕灵诱 也是无比异动 叫来薛长贵他们 简单交代了几句 就匆匆走进传送镇 刷 白光亮起 他就出现在主城的传送广场上面 刚一站定 他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只见在整个传送广场上面 不断有白光亮起 一个接着一个领主出现 将整个主城挤得 满满当当 甚至连城外 也都临时搭建了很多大型传送镇 用来接收来自各个地方的领主 而在城外更远的地方 石道身影凌空而立 联手布下一个超大型跨界传送镇 几乎将整个哨卡笼罩在内 十一界 那十道身影 绝对是十一阶领主没错 灵诱瞳孔缩 没想到会一下 见到这么多号称半神级的强者 边上 那些刚传送过来的领主们 见状 也是纷纷惊呼出声 一个个震惊到了极点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主城上方的千米高空之中 五道身影傲然耸立 俯瞰 大地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甚至比底下那些十一阶 还要浩瀚无边 咔嚓 就在这时 空间破碎 刚刚进阶成功的圣耀大帝 出现在几人面前 哈哈 圣耀老爹 你来晚了呀 一名面向富泰的中年男人 发出一声友善的调侃 边上其他几人 也是纷纷看向圣耀大帝 一个个脸上挂着笑意 没想到 才这么短时间而已 圣耀你就升到十二阶了 恭喜恭喜 以后 咱们原始大陆 又要多一位大帝了 估计 原煞剑那几个家伙 要头疼了吧 哼 直接疼死他们最好 大帝们 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给圣耀大帝道贺 圣耀大帝 也是很快反应过来 爽朗笑道 各位老哥 就别捧我了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运气好 要是运气好 就能走到我们这一步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就这点人了 那位富泰男人古怪说道 不过他也没有纠结这件事情 看了一眼 四周 又疑惑出声 就我们几个来吗 其他几个呢 香月妹子 还有荣渊 都去了那个地方 一时半会 估计回不来 其他几个说是懒得过来 等扛不住了 再叫他们 另一名身着不一的大帝 缓缓出声道 不来就不来吧 富泰男人无奈摇头 反正一时半会 也攻不下袁煞剑 有我们几个牵制住对面那几个 老家伙就够了 是啊 本来我们原始界 就比袁煞剑少一位大帝 幸好圣耀老帝成功升上来 接下来就交给底下的人吧 这次怎么说 也要收点利息回来才行 那是自然 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提前把主城外面的空间 全部封锁 没让一点消息传过去 也该是让他们吃点苦头的时候了 说着说着 几位大帝的面色都变认真起来 这一次 确实是袁煞剑做得太过了 联合其他界域 在万界战场因他们不说 还派奸细混进原始大陆 企图毁掉他们的根基 还真是其心可诛 所以在沉默过后 几位大帝便互相对视一眼 好了 动手吧 第218章 神圣仲裁者 就在几位大帝在高空中商谈的时候 底下一众领主也早已严阵以待 不断有领主从各个地方赶来 加入到队伍当中 而且每个人身边 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兵种 立于地面 或是飞到空中 几乎把主城到哨卡之间的那片平原 都给击满 看起来密密麻麻一片 林幼顺着人潮 也很快来到哨卡附近 在那巨大的跨界传送阵外边等待起来 不过 他并没有挤到最前面 因为他发现 等在传送阵边上的 基本都是八九阶以上的领主 全都在各自国王的带领下 摩拳擦掌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这么一比较之下 他们这些七阶领主 就仿佛是过来充数的炮灰 看来这一次 是那些高阶领主的主战场啊 像他们这样的七阶领主 还是不要跑到最前面 去送死比较好 省得什么时候被人秒了都不知道 一边想着 林幼便渐渐退至众人身后 听说这次是由十个十一阶国王 亲自带队 准备攻占元杀界的哨卡 刚看到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 你看看边上 好多十阶的国王也都来了 不得了不得了 这怕是购元杀界喝一壶了吧 管他呢 我们只要在后面偷鸡就行 最前线都是给这些大佬们去的 也对 现在可是十倍积分 偷到一个就是赚了 十倍积分奖励 也就是说 击杀几个七阶领主 可以获得一千积分 每提升一击翻十倍 击杀九阶就是整整十万的积分 直接就能换一个建筑图纸 这可是平时没有的机会 至于十阶以上 因为有神格存在 估计想要击杀并不容易 但如果能击杀一个的话 对于国王们来说也是 极为巨大的收获 也难怪他们会全都涌现过来 凌右在传送阵周边找了一圈 终于在一个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找到他们大荒公国的队伍 一眼便看到 处在队伍最前方的寄星河 还有寄星河身边的几云霜 他怎么也来了 凌右面路 诧异 六阶领主来这里 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难道这妮子受到他刺激 已经升到七阶了 而就在他打量寄云霜的时候 大荒公国队伍中的寄云霜 也心有所感 突然回过头来 领主等级升高以后 感知是非常敏锐的 所以寄云霜也一下发现了 人群中正在看他的凌右 凌右 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 难道还能在领地里面 躺着看你们收割资源吗 凌右忍不住暗暗吐槽 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被发现 早知道就不乱看了 也正是因为寄云霜这声呼喊 寄云霜还有他身后的八九阶领主们 全都转头朝他看了过来 原来是凌右啊 来 快到我这边来 寄云霜面带和蔼笑意 朝凌右招了招手 那仿佛在招呼自己后生晚辈的模样 顿时让他身后的一众领主 暗暗一惊 更是好奇地打量凌右 没办法 受到这么多目光焦距 凌右指的硬着头皮挤出人群 来到大荒公国的队伍里面 来到寄云霜跟前 见过国王 哈哈哈哈 免礼 你到这里停久了吧 寄云霜完全没有国王的架子 跟凌右打起了招呼 这让边上其他领主 更是一阵恶然 甚至意外 这人是谁 竟然能让国王如此对待 凌右可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随口说道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而已 国王这是要亲自带队伍 参加战斗 嗯 这次我们的任务 主要是拖住对面的十阶领主 不让他们对我们底下的领主出手 如果能出其不意 击杀对面几个十阶 那自然最好 寄云霜没有隐瞒 直接说道 凌右闻言顿时恍然大悟 不过还不等他说话 边上的寄云霜就已经插话进来 凌右 等一下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合作 此话一出 顿时就让包括寄星河在内的所有领主 神情变古怪起来 再 这么说 你们之前常常一起合作 几星河不由问道 而边上的其他领主 则是露出 恍然大悟的表情 似乎终于明白 几星河对凌右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么好了 一个个用我懂了的目光 看着两人 还好几星河没有在此事上纠结 又说道 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等一下 我们可能要对阵对面的高阶领主 没办法顾及你们 所以你们 还是待在后方比较好 也行 反正我也只是打算在战场外围活动而已 凌右微微点头 战场上面 组队合作总比单打独斗要好 他也没什么理由好拒绝的 而且 几云霜作为几星河之女 升级期节以后 肯定有不少强大手段 对他来说 也是一大助力 至于儿女情长 能有积分和魔能重要吗 就这样 跟几星河闲聊了一会之后 凌右就跟几云霜一起离开队伍 退到传送阵之外 开始 商量接下来的战术 一直到半个多小时过去 越来越多的高阶领主 涌向平原 一声犹如惊威的爆盒 才突然在高空中乍响 进攻 刹那间 一道冲天的光柱亮起 将整个哨卡笼罩在内 然后光柱逐渐凝食 在传送阵上方 构建成一座连接天地的通天之门 咔嚓 一声东西碎裂的声音响起 通天之门中的空间上 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痕 裂痕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渐渐让整个门内空间 剧烈震动起来 也让周边所有领主内心一击 终于 在一声 轰隆巨响中 门内空间彻底破碎 它现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在漩涡的后面 赫然就是元煞界少侠所在的位置 所有人听令 跟我一起冲 只听那十名十一阶 领主大喝一声 便猛然冲入门户之中 同时将一只只恐怖无边的兵种召唤出来 冲啊 杀呀 转瞬之间 怒吼声和喊杀声 就传遍了整个平原 甚至透过漩涡传到元煞界少侠里面 那些原本 还在少侠里面 走动的元煞界领主 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给惊得满脸煞白 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元始界的领主 就已经穿过门户 疯狂涌入少侠里面 然后一个个召唤出大片兵种 朝四周扩散出去 不好 是元始界 元始界的人攻过来了 快 快去通知主称 啊 焦急的呼喊声 伴随着一声声七力惨叫 不断回荡在少侠的各个角落 越来越多的元始界领主 从门户中涌现出来 疯狂追杀着周边的元煞界领主 看他们 就好像是看着 一个个移动的资源库一样 而在这时 那两个负责驻守少侠的元煞界八界领主 也带各自兵种冲出剑主 然而下一秒 几只体型庞大的烈焰尊者 直接锁定他们 朝他们笔直扑来 那恐不到几点的威势 顿时让他们面色大变 石阶兵种 快逃 两人心中掀起一片惊涛骇浪 恐惧到了几点 根本来不及多想 骑上兵种 转身就逃 飞速逃向主城的方向 而其中那个之前 让灵又吃过亏的幻兽领主 也直接让兵种发动技能 身形隐没在空气之中 却不料 这时一声不屑的冷哼 响起 区区八界 还想从我手中逃走 死来 声音落下 一片滔天的火焰 便猛然落下 瞬间覆盖了 两人所在的整个区域 刚刚消失的幻兽领主 一下被逼了出来 和另外那个八界领主 一起狼狈逃窜 身边的兵种 更是直接被烧死一片 能躲过一击不死 还算有点本事 去吧 他们就交给你们了 天空之中 季星河 乘着由风元素 构成的飓风王座 缓缓出现 而刚才那几个出手的 烈焰尊者 也正是他手底下的兵种 他身边的八九阶 领主就更是不用说了 收到命令之后 便纷纷对各自兵种 下达命令 朝那两个领主包围过去 才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重伤捶死的两人 便被数之不尽的 兵种淹没 在两声七里惨叫中 彻底没了声息 刚刚穿过传送门户的领佑 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神俱震 没想到之前 让他如此狼狈的八界领主 居然这么轻易就被灭杀了 简直恐怖 走吧 我们也去解决掉那些七界领主 小心一点别偷袭了 灵佑直接跟身旁的纪云霜说道 放心吧 我爹给了我一个 非常厉害的兵种 不会拖你后腿的 纪云霜傲然一笑 马上召唤出他的新兵种 一个手握长剑 无数光圈环绕 拥有三对翅膀的人脸铠甲 名称 神圣仲裁者 种族 天使 英雄 等级 气节 力量 体质 敏捷 精神 技能 仲裁之剑 罪名宣判 中烟倒计时 罪名确立 介绍 天使系稀有兵种 私职仲裁 拥有审判罪名的力量 一切虚妄 在其面前无所遁形 稀有兵种 灵佑惊了一下 目光压抑地看着 纪云霜的新兵种 有个国王老爹就是好啊 刚一升级 就有稀有兵种做礼物 哪像他 还要拼死拼活地跟人去抢 去争 或者攒积分换 还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纪云霜的声音 也再度响起 技能和能量 瞬间恢复到初始状态 所以你尽管用技能好了 第219章 城破 战火蔓延 让所有技能 恢复到初始状态 灵佑满是诧异地说道 这可不是简单的技能 冷却清空 而且 更连被消耗掉的能量 也都会恢复如初 听起来 有点类似于 时间倒流一类的技能 如果他猜的 没错的话 应该就是最后那个叫做 中烟倒计时的技能了 这几云霜 果然获得了一个强大兵种了 让他都忍不住有点嫉妒了 不过他也没忘了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声吼 便大手一挥 除青藤以外的一大片植物 就被他全部召唤出来 那夸张无比的数量 顿时尹的周边 其他领主纷纷侧目 灵佑 你的兵种 怎么突然变这么多了 几云霜目光颤动 无比震撼地看着 突然出现的植物大军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灵佑之前的兵种 也不过才400左右吧 怎么现在又多了一倍 尤其是领头的那几个兵种 浑身散发出来的气势 竟是堪比巴结 更别说灵佑身边的灵溪了 居然比巴结还要恐怖 让他有种心悸的感觉 这 这真的是刚刚升级七阶的领主 该有的实力吗 然而不待他多想 周边的喊杀声 就再次把他拉了回来 走吧 先别管这个 得加快速度才行 灵佑 没有解释太多 眼看哨卡中的元煞界领主 不断被疯狂涌现出来的 元始界领主击杀 他 马上带着兵种 冲向远处两个 正在顽强抵抗的七阶领主 那两个领主实力不弱 身边都有五个以上的八阶兵种 在元始界几个七阶领主的围攻下 且战且退 竟也能勉强支撑 快 快挡住那几个八阶兵种 元煞界的 砸碎 你们的死气到了 乖乖受死吧 给我全力攻击 都让开 这人头 是我的 一声声呼喊 不断在混战队伍中 回响 那些七阶领主们 疯狂攻击 都想要第一时间 抢到对方的击杀人头 毕竟那可是两千点积分 还有对方身上的所有魔能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血赚 边上 更是不断有其他领主匆匆赶来 加入到围攻队伍中 然而却在这时 边上突然涌现出大量的植物兵种 一下就挤开了他们的队伍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植物 这 这数量也太夸张了吧 领主们惊呼连连 马上回头 看向植物大军的源头 正好看到 寄云霜手臂一挥 将两个浑身圣光环绕的六亿天使 召唤出来 八阶圣天使 居然是稀有兵种的圣天使 领主们两眼瞪大 震惊无比 更别说那两个元杀界领主了 剧都满脸骇然 仓皇退去 圣天使兵种 号称同阶单体最强兵种 励志属性几乎达到满值 本来他们受到 这么多领主围攻 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这两个八阶圣天使的加入 简直就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哪还敢犹豫 马上收拢兵种 企图逃跑 却在这时 一道低沉声音响起 灵溪 解决掉他们 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的自然之力突然爆发 然后在所有领主震惊的目光中 漫天的 木刺凝聚 朝两个元杀界领主 急射而去 快 快挡住那些攻击 两个元杀界领主 惊声呼喊 马上把各自八阶兵种 召回到身边 将它们护在中间 噗 血花炸开 那些八阶兵种 居然连一击都没挡住 就被木刺洞穿 那两个领主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穿透来的木刺 砸成了马蜂窝 直接暴毙当场 整个过程 仅仅花了不到十秒 击杀异味面 七阶领主 获得六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击杀异味面 七阶领主 获得十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呸 两个七阶的穷鬼 灵幼 无语地看着系统提示 这两个家伙的魔能 加起来 都不够 他造出一个 共生苔藓价格的一半 还真是穷到家了 却不知道 此时边上的其他领主 一个个 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地 看着他 还有他身边的灵犀 眼中血满了 骇然 紧紧一击 就秒杀了两个七阶领主 而且还是在一堆 八阶兵种的 保护下秒掉的 难道他是八阶领主不成 灵幼 你这个兵种 怎么突然变这么强了 几云霜震惊 看着在灵幼身边 飞舞的灵犀 本来他还想着 突然召唤出 两个八阶稀有兵种 炫耀一下呢 结果没想到 他都还没出手 那两个七阶领主 就已经被灵幼轻松解决 让他连反应 都反应不及 在万阶战场里面 得到了一些奇遇 实力提升了不少 灵幼耸耸耸肩 随口说道 这是奇遇 就能达到的实力吗 几云霜白了他一眼 不过他为人聪慧 知道灵幼 不愿多说 所以也就没有 再继续追问 简单休整一番 就带着兵种 继续去围杀 其他袁煞界领主 四周喊杀声一片 到处都是激战中的领主 战火弥漫整个 哨卡 传送门里面 更是不断涌现出 原始界的领主 飞速朝四周扩散出去 在这突如其来的进攻之下 袁煞界哨卡 根本就没有支撑多久 就全部被诛杀殆尽 彻底占领下来 很好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都随我去攻占主城 攻占主城 冲啊 一下子 所有原始界的领主 纷纷改变方向 化作洪流 朝原始界主城的方向 狂涌而去 领头的那几个 十一阶领主 更是身先士卒 直接撕开空间 出现在原始界主城上空 而其他八九阶的领主 也在十阶国王的代理下 跨过平原 涌向主城 不好 是原始界人 原始界的人攻过来 好多原始界领主 快去通知城主 原始界主城 惊呼连连 瞬间乱作一团 这一次原始界的进攻 实在是太突然了 而且竟然这么快 就来到他们的主城外面 直接就把他们 打了得措手不及 老吴 你去毁了他们的传送阵 其他人跟我一起攻击法阵 十位十一阶国王中 一名年事最长 头花花白的老者 沉生说道 听到他的话语 众位国王纷纷出手 在身前凝聚一道道恐怖威势 给我破 只听老国王一声大喝 九位国王的攻击 化作流光 笔直席向主城 轰隆 震耳欲聋的巨响 让整个边境战场 都狠狠震了一下 甚至连元煞界 主城周边的空间 也都彻底湮灭 化成一片虚无 而在这股狂暴能量的肆虐之下 那包裹着主城的 巨型魔法阵 终于咔嚓一声 出现道道裂痕 最终彻底崩毁在虚空之中 九位十一阶国王的 一击之危 竟是直接破开了 主城的规则 保护 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敢到东离帝国 来撒野 就在这时 一声仿佛来自于 远古洪荒的声音 在所有人耳边乍响 一道傲然于天地之间的身影 突然撕开空间 出现在主城上空 那一声浩瀚无边的恐怖威势 顿时经的众位元始界 十一阶国王 面色狂变 纷纷暴退出去 东离大帝 为首的那名老国王 惊声呼喊 眼中涌现出无尽的骇然 不过 还不等他们多想 数千米的高空之上 就紧接着传来一道声音 东离 别来无恙啊 是你 长风老匹夫 东离大帝 抬头望向天际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与此同时 树道身影同时出现在他身边 他们 每个人的身上 全都散发着一股 不弱于大帝的威势 互相对视了一眼 便瞬间消失在原地 到天穷之上 与元始界的大帝们对峙 底下那些十一阶国王健壮 顿时喜出望外 哪会错过这等机会 抬手之间 一股庞大能量落入主城 轰然炸开 竟是直接将城内的传送阵 高阶领主的传送通道 就算是那些十一阶的领主 想要赶过来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到的 毕竟可不是谁 都像圣耀王之前一样 拥有九个神格碎片 可以轻易撕开大陆之间的空间 虽然也是拖延一点点时间而已 但却已经足够了 进攻 伴随着老国王的一声令下 后方的大部队终于赶到 在高阶领主的带领下 猛然冲进城中 而那些收到消息的元厦界高阶领主 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抵挡他们的步伐 甚至连东离帝国周边的国王 也都纷纷出现 不过 却被元始界这边的老国王等人 直接拦住 在空中激烈大战起来 一时间 两方人马化作洪流 狠狠冲杀到一起 向主城的各个街道蔓延出去 喊杀声与轰鸣声响彻天际 让主城所在的整片天地 都在剧烈震动 至于灵诱他们这些气阶领主 则是因为速度过慢的关系 晚了十多分钟才赶到 也纷纷加入到战斗当中 混乱到极点的战场 灵诱当机立断 跟纪云霜一起赶往主城边缘 在那里 有不断从主城周边赶来的七阶领主 正是他们大赚一笔魔能 还有领地精华的好时机 冲啊 把元始界的杂碎全都杀光 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大量元杀界的七阶领主 疯狂涌现 加入到战斗当中 他们 很多都是隶属东离帝国 领地 就在这附近的领主 要么就是距离比较近的王国公国 开启远距离传送阵传送过来支援 正好跟刚刚赶来的元始界七阶 队伍交汇到一起 疯狂冲杀起来 而主城中的战火 也往东离帝国内部迅速蔓延 第220章 空间乱流 灵诱 那边 有几个七阶领主冲过来了 我来挡住他们 你找机会 偷袭 战场正在交战的某个角落 纪云霜和灵诱 不断指挥着各自的兵种 疯狂攻击着涌现出来的元杀界领主 漫天的藤蔓与盛光交织 在战场的一角 构成一幅极为宏大的画面 而在两人的合力攻击之下 不断有成片成片的元杀界兵种 倒下 甚至时不时的 还能趁机偷到几个七阶的人头 才不过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他们就各自获得了五六颗七阶领地精华 这速度 简直快得不得了 周边那些元杀界 领主似乎也感受到他们的威胁 马上又有几个七阶领主盯上他们 朝他们冲了过来 定睛一看 竟是足足有十几个八阶 七阶兵种更是数不胜数 转眼就来到他们面前 青刚 灵诱 直接对处在队伍最前方的青刚下达指令 下一秒 青刚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让所有兵种 还有刚刚造出来的不死之花身上 全部冒起一片红光 甚至连纪云霜的天使兵种 也都受到增议 属性猛的一提 怎么回事 这些兵种怎么突然变强了 快来人支援 这边快顶不住了 元煞界领主惊呼连连 死命抵挡着植物大军 还有天使们的攻击 但奈何属性差距过大 根本撞不开 由战争古术构成的铁壁防线 转眼就被孤妖王 带领的蘑菇军团炸得 人仰马帆 然后在无数藤蔓的攻击中 一片片倒下 继云霜的动作也不慢 配合着植物们 降下一道道圣光攻击 灭杀掉那些冲上来的兵种 而倒下去的尸体 没过一会就化作一株株死亡之花 加入战斗 让整个元煞界队伍前方突然一空 灵溪 灵幼 哪肯放过这个绝佳机会 眼看挡在元煞界领主面前的兵种 被清空 马上对身边的灵溪下达命令 紧接着 灵溪便挥舞法杖 凭空一指 无数荆棘陡然从底下冲出 将那几个刚想退去的元煞界领主 一下捆住 快 快回防 那几个领主惊声大喊 拼令挣脱身上的荆棘 而它们的兵种也纷纷回防 挡下植物们的后续攻击 把它们救了下来 然而却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高亢龙吟 正在与对面飞行系兵种缠斗的妖王龙 突然发威 一爪子将眼前的兵种拍成肉泥 然后轰然落地 那恐怖力量引发的气浪 顿时将所有兵种震飞出去 让那几个领主周围又是一空 不 几个七阶领主目自欲裂 眼睁睁看着妖王龙的巨大龙肘 轰然落下 哄 一声剧烈炸响 血花瞬间炸开 几杀一味面七阶领主 获得29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几杀一味面七阶领主 获得10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几杀一味面七阶领主 获得16万魔能 七阶领地精华X1 听着脑海中不断响起的提示声 连灵幼自己都惊了 它没想到 共生了苔藓的妖王龙 在野蛮咆哮的加持下 竟然会这么猛 这就是稀有兵种的强势之处吗 还真不愧是以力量著称的兵种 甚至连组合技能都没用出来 就灭杀了几个七阶 一下让它的领地精华达到10颗 又可以多升级一个八阶兵种了 果然 战争才是最快报复的办法呀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估计要不了多久 它就能升级出10个八阶来 小心 有更多人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这时 边上又突然响起几云霜的呼喊 一下将灵幼的思绪打断 它抬起头看向远处 直接补上刚才的缺口 那来是汹汹的样子 明显就是冲着它们来的 看来它们刚才大量灭杀 元煞界领主闹出的动静 被对面视为眼中盯了呀 灵幼与纪云霜对视了一眼 长久以来的合作的默契 根本不需要多言 就带着兵种匆匆退了回去 势敌已弱 与此同时 纪云霜身边的神圣仲裁者 突然高举 手中大剑 在它们头顶上方 刻画出一个时钟图案 正是仲裁者的第三技能 中烟倒计时 刹那间 一股神奇的力量 包裹青刚全身 将它的所有状态倒退回 刚刚发动野蛮咆哮时的状态 紧接着又是一声咆哮 红光再次从植物和天使身上冒起 那群七阶领主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原本退回来的植物大军和天使军团 突然抱起 以出其不意之事 对它们发起猛烈攻击 该死 它这个群体增益 不是刚刚才用过吗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小心 那些植物冲过来了 元煞界领主惊呼连连 拼命抵挡 却发现灵幼的植物冰种异常凶猛 尤其是最前面那几个浑身 被苔藓包裹的冰种 更是瞬间将它们的防线冲垮 往它们所在的地方长驱直入 它的冰种太强了 快退 撤 快撤退 慌乱的呼喊中 几个元煞界领主匆匆退去 想要撤离战圈 却没注意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它们脚下就已经被一片绿草覆盖 然后才刚退出去两步 就一个个掐住自己脖子 两眼暴突的张嘴喘息起来 甚至连它们的身体 也像失去重力一般 缓缓升空 利刃草的技能 真空 发动 根本不给它们反应的机会 一根根草叶就已经化作利刃 朝空中急射出去 其他植物和天使的动作也不慢 马上从两边狂有出 漫天飞舞的攻击 转眼就将那几个领主淹没 传来大片凄厉惨叫 至于剩下的其他元煞界领主 则是一片胆寒 士气全无 就这样在一路横推之中 被灵诱和纪云霜 一个又一个解决 脑海中也不断响起 一声声悦耳的提示 看着个人空间里 不断累积的资源 两人乐开了花 更是乘胜追击起来 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随着战线的推进 他们离天空中那些 十阶十一阶领主 战斗的地方越来越近 不对 并不是他们离那边越来越近 而是那些国王们的战斗 正在朝周边蔓延出来 大眼 你就这点能耐吗 几年不见 你的实力退不来啊 数百米的高空之上 那位带领原始界一方队伍的 十一阶老国王 嚣张大笑 将一位原厦界十一阶领主 打得节节败退 两人所到之处 空间尽数塌险 每一次兵种交手 都会引发一场 恐怖的空间乱流 将周边一切事物搅得粉碎 那被称作大眼的原厦界领主 面色阴沉 想要进行反击 却还是被老国王压着打 只能边打边退 所到之处 毁天灭地 显然 老国王的实力比他要高 至少所拥有的神格碎片 比他要多 眼看自己的兵种 在老国王的攻击之下 不断败退 必无可避 那领主终于面色一狠 双手握着 猛然朝底下 低阶领主战线的方向 狠狠一抓 那恐怖无边的威势 顿时让老国王面色狂变 该死 快住手 然而他的反应还是慢了 或者说根本没想到 对方会这么不要脸 竟然对低阶领主出手 只听轰然一声巨响 底下正在疯狂涌动的 原始界队伍之中 突然出现一道道裂痕 朝四周飞速蔓延出去 而队伍中的灵幼跟纪云霜 赫然就在边上 小心 纪云霜惊呼一声 脸色一片煞白 这变故出现的实在是 太过突然了 哪怕是正在攻击 敌方领主的灵幼 都没有反应过来 四周的空间就彻底崩毁 轰隆 转眼之间 他们所处的地方 就化作一片虚空 将他们彻底吞噬 卷入那恐怖的 空间乱流之中 边上 更还伴随着 灵主们的大片惨叫 全都被空间乱流 搅成粉碎 整个场面 宛若一场人间浩劫 灵幼内心沉重到了极点 没想到居然 会被卷入 这场灾祸之中 直接把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尽管他已经在死命抵挡 但还是感觉 那些空间乱流 犹如一把把利刃 疯狂切割他的身体 以他一个 七节之躯 根本就没办法抵挡 转眼就被绞得血肉模糊 激进晕厥 连视线都变得恍惚起来 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乱流吞噬 离外界越来越远 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他身上突然冒起一股 规则力量 将他整个周身包裹在内 这股熟悉的力量 顿时让灵幼精神一震 规则之力 是神格碎片上的规则之力 灵幼没想到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 神格碎片居然发挥作用了 指尖在那股柔和力量的包裹下 他终于勉强抵挡住 空间乱流的侵袭 吃力 看向四周 他此时 正身处在一片无尽的虚空之中 周围到处都是破碎的空间和乱流 还有一团团被绞碎的血肉 而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一道被光幕包裹的昏迷身影 映入他眼中 几云霜 那光幕之中的人 可不就是几云霜吗 没想到 他竟然还有这种 被动触发的护身宝物 让他能够在这片混乱虚空中不死 这应该就是 寄星河留给他的最后底牌没错了 可就算如此 如果没办法逃离这里的话 那光幕迟早要被消耗干净 难逃一死 连他自己也是一样 不行 想个办法逃出这片空间 灵诱强撑着最后一丝神智 控制规则之力 将自己推向寄云霜身边 正好这时 他们边上的空间 突然被密集地乱流冲开 出现叨叨裂痕 隐约间 还能看到裂痕对面的青天白日 就是现在 灵诱心一沉 直接动用最后一丝力量 带着几云霜 一起猛然撞开裂缝 冲出混乱空间 紧接着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一股剧痛袭来 灵诱终于再也支撑不住 彻底昏迷过去